西周穆王是只豪子有,其名文的试读相存争议,以致影响到对全文内容的理解。 本文通过试读名文缺字,建立了作为行李地点的院佑离宫,知却与老李、戏迁的联系,考证有名所述内容关乎西周聘礼。 而与以往所认识的田列无赦,时王已录为戏迁警管或与小院观寿验响有关,但本质上却可能是穆王时财务匮乏的结果。 这一史实的揭示对客观认识西周穆王的作为,特别是探讨其实理智变化之原因极为重要。 豪子有盖其对名六行三十六字,自试文如下。 名文内容事关并想,是西周史研究有价值的史料,与通晓名文内容,关键在于对字的试读,自从诀声,自以广为义符,而诀字则习读为诀,故自当读为缺, 于明文中指涉老里的地点,说文门部,缺,门关也,徐凯记传,缺,盖为二台于门外,人君坐楼换于上,上圆下方,以其却然有道位之缺,以其善可远官位之官,以其选法位之相位, 尔雅是公,官位之缺,郭仆柱,宫门双缺,淮南子本经,魏阙之高,上纪清云,高幼柱,门却高崇为为然,故曰魏阙,经文以为缺,为义符,以广名其为建筑,以去名其为行道,学为读音,其所是自义先明, 古人坐楼观于却上,故观即为缺,是名是公事,观,观也,于上观望也,指古却上有观,为工人观望,观赏之处,明文严周王社老里于却上知观,正有想言观赏的用意,准此,则王老于却之劳当为老里,周里天官宰夫,樊朝靖,惠同,宾客,以老里知法,掌其老里,伟基,善献, 饮食,宾自掌其孙谦,与其陈述,正玄柱,牢里知法,多少知差及其识也,三生牛羊始至,为一牢,为姬,为牢敏心处给宾客道用也,善献,勤修处献也,饮食,燕响也,正思浓云,孙,西识也,迁,生牢可迁而行者,春秋传约,戏迁结矣,玄卫孙, 客室之所至里,凡此里陈述存可见者,唯有行人掌客及聘礼公使大夫,甲公燕书,以老里知法者,无等诸侯来朝天子,待之自有常法,若大行人,掌客者也,此老里为雍喜之礼,又周里帝官牛人,凡兵客之事,供其老里基善之牛,正玄柱,老里,孙雍也,甲公燕书,为五等诸侯来朝, 兼有尘来聘,皆供牢里基善之牛也,此一间皆为至宇宾客者,下云雍时,世宿兵之礼也,按大行人掌客皆云,上公孙五牢,雍喜九牢,五姬,侯伯孙四牢,雍喜七牢,四姬,自南孙三牢,雍喜五牢,三姬,姬之多少, 各是孙牢,其善则五等诸侯皆大牢,故云牢里孙雍也,是名牢里之义,为今以牛羊时三生,或羊时二生为牢,而因不则所见之牢本即即生在地所养者,不限生类,二者不同,四一让正义,正师小雅护夜许兼养,细养者曰老,说闻牛不云,牢,咸养牛马眷也, 凡生必细养于牢,故祭祀宾客之生并为之牢,此虽解牢矣,仍不明西周雍喜之牢与祭生之牢是否一事,牢里不独生体,更有十米,勤修及次时心物,即如宰夫所言牢里,伟姬,善献,饮食,周里地观充人,充人掌供米物,祭祀供其祭圣之米,宾客供其牢里之米,甲供艳书,牢里,为雍喜之米, 是为正,明文王老于却,亦为王舍雍于却,下文贤仪正与子义相呼应,仪为享识,经文习鉴,尊文武帝仪,此次必其有,王仪人方无物,贤,作策扳演,王想大仪,天王鬼,作策则令尊仪于王将,作策则令鬼,是所欲之对象既有仙人,也有生者,而雅士言,仪,摇曳,行并书, 仪,为谣转也,礼寻曰,饮酒之谣也,自本向祖上赤肉,是为享识,诗正丰女曰姬名,于子仪之,毛转,仪,摇曳,天王鬼名言王想大仪,正为义乃享识之正,故有名嫌疑,亦及老李之之,雍享识结束,享识即毕,则明文王命世道归,豪子录,三当言细千之事,以礼聘礼, 君使清为殿归雍系五劳,正玄柱,生,沙曰雍,生曰戏,今文归或为溃,则知有名之归及独为溃,聘礼祭,聘日至雍,正玄柱,即归大礼,周礼秋冠思宜,至孙如至姬之礼,正玄柱,小礼约孙,大礼约雍系,甲公燕淑,小礼约孙者,聘礼十载夫舍孙,礼物又少,故约小, 礼约雍系者,以其有心有迁,除心米合又多,故约大,至雍为大礼,自有细迁,此聘日所行之礼,聘礼于雍系皆有祥述,雍为熟,世为老礼,细为活,世为生迁,经云,细二老,沉于门西,北面,东上,牛以西洋史,石兮牛洋史,正玄柱,细 生也,牛洋右手前之,史树之,寝右,一居其左,之舍雍之后又有细迁,聘礼所记细迁为牛洋史,然有明并有雍系,和此大礼之说,为明文细迁为路,有所不同,有明细迁何以不为大老而为路,除见两周之制度差异外,舍雍地点的选择孔也有助推论其原因, 左传西宫三十三年,无子焉久于比义,为是斧子,细迁结义,为无子之将行也,正之有缘谱,由情之有去幼也,无子取其弥鹿,以兼弼异,若和,度欲己解,此,两也,声曰戏,谦为牛洋史,恐引达正义,声曰戏,牛洋史可迁行,不云谦为牛洋史也,其时细迁一结, 故以愿幼之弥鹿充为细迁,于有明所记之事颇相类似,据此可知,有明王阁与吕之四应赌为愿,自从田为义符,未生,古音再来扭远部,愿再引扭远部,谍运可通,说闻草部,愿,所以养秦寿也,故作为细迁之路当取于此,愿有大小之别,有明正拥于卷而取愿中之寿充为细迁,自为小愿之属, 应及周里所谓之幼,周里帝观幼人,幼人掌幼游之寿迹,木柏寿,祭祀,丧祭,丧祭,宁客,供其生寿死寿之物,正玄柱,幼游,幼之离公小愿关处矣,养兽以燕乐视之,近者,其帆未也,正思浓云,幼游之寿,牛木之寿,被养众目也,今夜亭游鸟兽,自雄虎孔雀至于狐狸符合被淹,甲宫燕书, 经此云尽,故之非大幼,是小愿关处矣,严离公者,未于王宫之外,于愿中离别为宫,故名离公,以宫外为客管,以名离公也,先正云幼游之寿,牛木之寿者,此于后正异议,未寿之由,非人游,观引之在下,故之谷以大愿为搜寿之长处, 而大愿之中或别住藩界为小愿,中有公室,公外为客管,是未离公,以其为幼中有官之处,故约又有,愿中墓以百寿,非图共祭寺,丧祭,宾客祖斗之时,愿意为王级宾客宴乐观赏,先正以游未游赛之意,未经家所布取,然具经文正之, 周王舍拥于缺,其宇宾客在上跳远施下,而却显为小愿离公之缺,其中墓以百寿自有,正为百寿由于其下,乃威于雀楼棺材之上者观是欣赏之,是类妾和,后者已经云尽为小愿之藩位,以为幽游皆有藩离为敬位,使内受不得奔义,外人亦不得望入,所以让周理正义论之甚相,此也可明其使之小愿官处当为寿, 由于院内,而人关于台阶之上,有名王阁之旅院当即小愿离公,其进客馆,而周王设想于离公之缺,与享宴的同时观由受以为乐,反映了西州行品的真实场景,西州之幼游获在今,则旅院之旅四级文献之旅获取,师大雅黄矣,以暗除旅,毛拽,旅,地名也,孟子梁慧王下影作以恶除举,照其张句, 以恶指往伐举者,韩非子男二,西者文王轻于克举,举风,三举誓而周恶之,太平欲览卷八十四隐瞳,师大雅文王有生,既伐于虫,作义于风,于悦古书一语举例卷一考于虫,但为于虫二国,甚是,文王三举誓或位于举,举,举,或云于,虫,举,试刻,举于伐虫子为仪式,张首节, 诗即正义,重国在在封号之间,师云既伐于虫,作义于风,是国之地也,举从旅生,故之子旅帝尽宗周,属王即之欲,子旅愿或许即为文王灵幼之一部分,师大雅灵台,王在灵幼,幽露幽浮,毛拽,幼,所以欲养秦少爷,天子百吏,诸侯四十里,正玄间,文王心智灵幼, 是披露所由福之处,屡是顺秋重己,西先生王之为愿幼圆时也,足以观望老显而已矣,高幼主,出秦寿所,大约幼,小约幼,可以由关于智,淮男子本金,重财谢之龙,耻愿幼之大,依穷妖妙之王,高幼主,有强约幼,无强约幼,所以出秦寿也, 尽极妖妙之观望也,太平玉兰卷无白银,使圣五经义以公养说,天子三台,诸侯啊,天子有灵台以观天文,有十台以观四十诗画,有幼台以观鸟兽龟别,诸侯当有十台,幼台,诸侯碑,不得观天文,无灵台,皆在国之东南二十五里,东南少阳用事,万物注鉴,二十五里者,古形五十里, 朝行不返也,显然,有名之旅院或极右台,周王于小院设拥,李毕则取院中之麋鹿已为细迁,太平玉兰卷一九六隐汉观点直云,宫内院聚土为山,十里九百,种其树,玉米鹿尼几鸟兽百种,有名言王取院中之鹿为细迁,与制度相合,有名归为溃之古文,其于聘礼以名,聘礼记,夫人归于礼, 正玄著,经文归作愧,小儿亚广言,细,愧也,胡尘巩义正,哀十二年传地主归细,归于愧古文通,左传闽宫二年,归功成马,杜玉集解,归,以也,此以归行于聘礼而至赠细迁,遣词于制度也和,愧赠细迁直是乃由世道凤王命而行,故事到时为官名,当即亚世,周里秋关亚世, 帮有宾客,则行人送你之,入于国,则为之前驱而辟,也亦如之,居管,则率其属而为之毕,诸禄报刻者,刻出入则道之,有之则赞之,路得名士文,道,阴道,所以让正义,帮有宾客,则行人送你之者,行人为小行人,亚世与彼为官邻也,小行人云,凡诸侯入王,则逆劳于基, 是大兵,行人有送你之礼,小兵客,非小行人所送你,则欲掌亚送你之,故掌亚云,若将有国兵客制,于是逆兵于将,即归,送亦如之,驻云,是,亚世,又聘礼,兵即静,云君使使请示,遂已入境,又兵归,云是送至于静,聘亦云君使使云于静,是皆及此亚世也, 又国语周语云,敌国兵制,观音已告行礼,已节逆之,此与聘礼和,行人,为助备小行人,却宜或吉亚世,其又与掌亚为官联,周立丘官掌亚,掌亚掌方国之等级,已带宾客,若将有国兵客制,则戒官修为基,于是逆兵于将,为前驱而入,即尾, 则至机,即将立,为前驱,至于朝,照其为,入父,即退亦如之,凡从者出,则是人道之,凡兵客,诸侯有亲亚,亲有大夫亚,大夫有是亚,是皆有亚,正玄柱,以是逆兵,是,亚是也,至机,以王命至于兵,为前驱,道之已如朝, 知亚是,掌亚既有兵道之则,于此世道之义相合,且掌亚又有至机之事,于此世道归系无义,亚为聘兵之引导者,以礼聘礼,绝名,亚兵于管,正玄柱,以军命迎兵位之亚,亚,迎也,至雍之后又有有关,也由亚所引导,聘礼即,归大礼之日,既受雍系,铁干,亚率之, 自下门入,正玄柱,率游道也,此于有名所述是道以王命归系之名是若何福气,继云兵受雍系之后有请官之事,正玄柱以为请官为辟于是国,遇见其宗庙之好,百官之父,若游尊大之焉,而其行径,则由亚是导之,从下门外入,掌亚以待宾客,出入导之,不令派大夫,以游官非正也, 请官之义,正玄以为官国之光,世卫以义,然具有名之雍,于却抬楼官,本一有官景观赏之义,既云既雍而官,名言至雍以官,二者不同,然既云请官而从下门外入,胡培徽正义,下门在吉列门之类,吴廷华张聚,下门,其篇与有门如为门鱼, 结合有名至雍于却的事实分析,则下门自与上楼为对,自下门外入,知其有楼官于上野,时至雍于离宫小院之缺,下有散养之寿,且已翻进祖席讨逸,外人不可望入,顾登官响宴,必有专门通知,此获及下门,顾至雍与请官实为同时之事,履行于离宫, 主兵宴月而观赏之,豪子为兵,其人又坐有几侯豪子鬼,知其为继侯,时朝聘于州,寿州王庸系,综上所论,可知西州聘于之严长,不仅以行劳里及细迁,且细迁或以路待劳,劳里或行于王院又离宫之缺,而有小院,仰寿以宫宴想观赏,其地或在今,类似于汉代之夜亭,聘里有亚氏,掌亚, 其受亡命而成岛兵,归系之责,明文既是已知遣词,用字兼与礼书相似,可见诸如以礼诸礼一类文献之礼学与观之渊源,最后必须注意的是,此气形至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正有略同,但垂幅更远而近于风友,照有为朝王晚期期,风友的时代则已晚在墓王,因此,豪子有时代当属墓王, 其实朝必已露冲为细迁或许与小院观寿宴想有关,但本质上却可能因为墓王繁幼道争而至王朝财力,匮乏的缘故,来盘明为朝王,墓王道争四方,容生中明云当称目天子道理,又介于资外土,皆以道相称墓王,说文不,道,私立物也,从免,欲也,欲敏为道,又你不, 妾,道字中出约妾,从学从敏,谢念皆生也,断育财助,小徐约,所谓乱在那位鬼也,而春秋约,道妾宝玉大公,道字中出也,你自学出,此道字中出之相也,沐王带清一国之财力物力出游出征,适合此道字中出之意, 猴子有名所述之聘力背景颇语,左转西宫,33年,戏迁浩劫的情况相似,这一史实的皆是对客观认识西周牧王之作为,特别是探讨其实理智变化的原因极为重要,有关问题容令文讨论,2016年8月4日,写戏于尚浦堂,则编,图图